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低开高手, 破脚穿头, 走势都是挺漂亮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市底强 未讲到这个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存日恒指升了106点, 收报31541, 成交1107亿 成交不算活跃, 如果你看指数, 升了106点, 说什么市底强 但大家不要忘记了, 今天港股是低开的, 也跌过最多, 跌成400多点 其实不止是今天, 昨天也是这样, 昨天也是跌过去31,100区 今天也是一样, 然后今天抽上来, 连续两天都是测试31,100区 没有跌穿到, 所以才是市底强 大家看看这幅图 好, 昨天已经跌过去31,100区 今天再低一点, 昨天最低就见31,141区 这一天跌了去, 今天再低多20区 最低见过31,121区 先破脚, 低开破脚, 然后冲上来, 穿头 因为收的时候, 就高过昨天的, 最高位的 今天上回来一支羊竹, 事实上不止今天一支羊竹 其实你见到, 这里上来, 连续六支都是羊竹 虽然这些是十字星体, 但其实都是羊竹 所以其实, 好像每天都有些资金买货买货 趁低吸纳也好, 你说是收集也好 我觉得, 在这个水平, 似乎有些资金收集 跌下去就买上来, 跌下去就买上来, 跌下去就买上来 即是, 一路一路收货 那你要注意, 如果真的, 这个假设是成立 我现在是假设的, 不一定, 因为未升穿 到升穿就不是假设, 我假设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 那之后, 上去的话, 应该会是几急的 因为他们收货之后呢, 就会可能会有一段 爆炸性的推升的阶段 先收收收收收收, 那收多久呢? 今个星期收紧, 其实这段期间, 如果在这里 撮下来之后, 这段期间一直都在收货 即是上上落落在这里收货, 然后在这里再收收收收 估计啊, 很可能呢, 过了今个星期 下个星期呢, 会有移动 最迟就是, 应该可能是, 过了下个星期 联储局议息之后呢, 就会移动 快则呢, 就不等联储局议息了 下个星期初呢, 都开始呢, 就冲上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 议息里大家都知道 一定会加息的啦, 也都加都不要紧 因为现在其实呢, 特朗普又换了个 经济顾问啦, 换了个名嘴啦 那个名嘴呢, 说到现在 美国高增长, 低通胀 直接说到, 叫联储局呢, 就说 哎呀, 你不要加那么多息的, 不要影响 那个经济, 那么似乎呢, 市场又开始呢, 买这个, 不用加那么多息 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名嘴说, 而是因为呢, 那些经济数据, 就是那些通胀数字呢, 就没有升得那么多嘛, 那么所以呢, 现在呢, 都是估计, 大概今年都是加三次, 不是加四次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港股呢, 咦, 打下去就 有点支持, 看得到, 是这样 那不单止恒指是这样的, 各企指数 都是这样的走势, 这个是各指 一样, 每次下到来呢, 这两天下到来呢, 保不完裂口的, 就开始有些买盘了, 也都是一路连续四日阳足的, 好了, 恒指呢, 如果要突破的话呢, 突破哪个位, 就是三万一千八百区 上得到去, 那就好世界啦, 那就叫做, 一浪高于一浪走势啦, 国企指数, 大概一万三千啦, 实际上一万二千九百六十都可以的啦, 升算了大概一万三呢, 就是一浪高于一浪, 好了, 那现在, 有机会呢, 涌上去, 我觉得是一个收集阶段, 市底是强的, 那很多市底强, 那有什么股份是值得留意的呢, 那今天, 恒指升幅里面, 升幅最大的那只呢, 就是碧桂園, 内房股是值得留意的, 今天我在经济日报文章里面, 都叫大家留意一些二线内房股啦, 中小型那些, 在那里尋补, 那碧桂園今天呢, 这些大型呢, 今天升3.9%, 那其实, 那几个大型的都升得不错啦, 那好像呢, 恒大啊, 和这个融创啊, 那些升4.5%那样, 那大型那些冲上去, 那三角形突破, 那现在这里有个下跌列口的, 下跌列口呢, 二月五日的低位呢, 16.08元呢, 现在未到, 那如果它明天到了呢, 或者这几天会到的话呢, 回补了这个列口呢, 是不是可以一级级慢慢上呢, 这里有反弹, 是不是现在像是一浪高于一浪走势呢, 大家注意这些东西, 那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它这只股有得冲上来的, 上回来, 19元啊, 前浪顶那些有机会的, 甚至乎更高, 它都还未公布叶职, 叶职之后有机会进一步向好的, 那另外一只股, 今天做得比较好的是平保, 因为事源就是说内地, 这个保监会啊, 和这个中证监是合并, 有利的, 保险业那样, 这个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利的, 不过呢, 那些保险股先升上去, 那你见得到啊, 平保是什么, 平顶三角形突破, 这些走势漂亮, 回回上去的话, 又可以试回前浪顶, 大概呢, 99元这些区域, 就是说有机会再度挑战100, 那另外, 科技股, 美股很强的, 腾讯亦都强啦, 天天阳足是吧, 今天升到上来, 468.6收, 较高位, 历史高位476.6, 差10元都不够, 很快有机会破顶的, 这些都是值得留意的股份, 另外一只资源股呢, 我觉得值得留意的, 就是洛阳木叶, 今天已经平了前浪顶的了, 最高都是见过, 6.96元的了, 有机会向上突破,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